乌克兰危机和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紧张事态表明 在这个迫切需要团结合作 共赢挑战的时代 必须高度警惕任何蓄意挑衅 加剧分裂对抗的企图 守护好全球战略稳定 绝不允许世界滑向新冷战 事实证明 冷战思维集团对抗 坚决要不得 脱钩锻炼 选边战队 坚决要不得 双重标准 选择适用 坚决要不得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愿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 致力于劝和触谈 推动局势缓和降温 当务之急 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 要为冲突设置安全法 国际人道法应当成为冲突当事方的行为准则 平民和民用设施不能作为当军事打击的目标 第二 要全力减少人道冲击 国际社会既要努力帮助乌克兰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渡过难关 也要尽力减轻冲突对全球粮食 能源 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 第三 要给外交解决留出路 和平从来不是靠制裁施压 输送武器得来的 而是需要各方共同争取和维护 无论形势多复杂 分析多严峻 外交对话的大门都不能关上